我們今天講了這個疲勞 現在是不是很累呢 在這個社會裏面生活 每天都有很多的新聞彈出來 在我家一直服務得很好的區議員 現在又不做了 因為離職潮 身邊也突然之間 雖然不是很熟 突然之間又聽到一位傳媒朋友 他又離開了 現在那個人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的心態是怎樣 有時你會很想 我特別會覺得 現在有得開心的時候 給自己盡量開心 譬如你喜歡做的事 你就盡量去做 譬如我也很感恩 人都喜歡 竟然很喜歡藝術 很喜歡畫 所以有時間去畫廊 看看畫 我自己就會很投入 因為現實的生活 其實很多時候都令到你很煩惱 煩惱是令到人 抵抗力低一點 你個人疲勞過籠 其實有很多毛病 頸痛 五十肩 腰痛 我沒有五十肩 很幸運 但頸痛 腰痛 尤其是 譬如我 說話說得多 喉嚨很敏感 這些經常都有 這些是因為 你操勞過的 那些是職業病 身體沒有一塊痛 這些情況 其實是會積勞成疾的 你老了你就致死 所以 事實就是 現在 如果有些事情 令到你可以放鬆的話 其實大家 就 讓自己做多些 讓自己在 另外一些 領域空間裡面 讓自己舒緩一些 至於另外一個 最近我看到 有一個很噁心的女人 叫馬提露 你知道這些人 你以前 她從來都不會有話語權 在香港 就算是媒體 就算是社交媒體 都好 其實都很精英 你要說話有點 然後 在鏡頭上 你又是鏡頭 人家覺得你很入鏡 那些人 通常才會有話語權 這位女士當然是沒有 現在話語權 就轉了在微博那裡 最近我看一些新聞 說他批准維他奶 又批准白街 令人覺得很噁心的事情 所以你明白社會 現在充足著很多這些事情 那這些 這些 垃圾資訊 其實就 其實我不是想說 給你們聽 不過我是想說 如果你看到這些垃圾資訊 你覺得是很 避免你的情緒 其實你就要懂得拔開它 懂得拔開它 就是不要聽 你盡量保持你自己的情緒 那個穩定 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我經常都說 讀書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有知識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 如果是看我的影片 在讀書的朋友 你就不要管社會發生什麼事 乖乖地讀好你的書 讀書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之後的事情 就自由再說 現在這個社會的變化 其實任何人都是無能為力的 所以你不需要說 喂 我是不是現在要隔出來 我千萬不要隔出來 兒子 千萬不要隔出來 千萬不要隔出來 因為現在不是你 說話的時間 就好好的做好你自己的事 另外我剛才說 這個疲勞社會怎樣組成 這個世界上 永遠一張刀 就沒有兩頭利 疲勞社會其中 我主要形成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個 那些叫什麼呢 叫做機器化 通訊設備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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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一個社會 大家都在鬥快 就是你不斷 你不斷是 其實我 就是 鬥快的意思 例如你說 你以前打電話 現在打電話都嚴理慢 發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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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真的很不明白 一件事 其實這麼快 討好嗎 為什麼要這麼快呢 其實這麼快完之後 你以前的日後就生產 晚上就休息 現在機器快了之後 就不需要有人了 分兩間 多日夜生產 其實又要說快 又要producer多 又是要快又是要多 但是這麼多 這麼快又是討好嗎 其實有沒有需要這麼多呢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快呢 我回頭問大家 在COVID的時候 你有沒有出街 其實我買東西 是買少了很多 在那一刻 即這一年 年紀裡面 我才反思一件事 其實我自己的生活 物質上的東西 雖然我都是很物質的 很物質主義的人 但是原來 其實我需要的人 不是真的很多 譬如這件衣服 其實原來 原來 買了多少年 這件衣服 我買了 也有七百年 但這件衣服 擺了七百年 其實沒有做過多少次 完整安好 所以身形又沒有變 那為什麼要再買 其實就可以再穿 但是你以前是不會這樣想 你穿了一次就丟在一邊 不然你就忘記了它 然後你又再買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 你要得多 而且你越多 越快 其實你真的需要的話 其實你不是需要那麼多 所以其實是不需要那麼快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了 因為社會越來越機器化 越來越機器化的時候 你就已經沒有了夜晚休息的時間 一夜都在生產 那你又回早班 你又回夜班 一夜都在生產 那現在那些的 譬如有 有Mobile 然後有WhatsApp 有Skype 然後有Zoom 那在Covid的期間 那不用禁止 就不用回公司 就在家裡開會 那你就發現 越有這些通訊設備的時候 那我就說 一張刀沒有糧頭 去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令到你很方便很快 但是 同樣地你就會發覺 就是閉加火 其實你是沒有什麼理解 是不回你老闆的email 那真的很幸運 就是因為我現在沒有打工 那我也都不變態 就是我不會半夜三間傳email 或者傳WhatsApp給我的同事 我其實都比較傳統 我到現在都是 那11點鐘 我是不會打電話給別人的 我也都很討厭 那11點鐘打電話給我 11點鐘是一個Deathline 就是我覺得 除非是很糟糕的事情 11點鐘 如果電話還響的話 那電話一定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做新聞那個年代也是 我做新聞那個年代 從來都不懂機 到今天我都是不懂電話 我就是會開陣記 因為以前是 你是不可以不聽電話 像三下不聽電話 你試過有三次你不聽電話 不好意思 你就是會寄個黑豬 可能隨時會被人解僱 但是那個法案就是 現在我就是不會關電話 但是我也是有一個的習慣 除非很重要的事情 過了11點鐘我不會找人 我也都很討厭那些人 是沒有時間 沒有觀念 我剛剛最近 早前認識了一個女生 也是莫名其妙 因為見過一次面那麼多 見過一次面那麼多 你找人 你去找我 去找我 是半夜三間 1點多找我 12點多 1點多 我真的莫名其妙 有什麼那麼重要 我見過一次面 有什麼那麼重要 你不在辦公室 要在半夜12點多 1點多 我以為你有什麼事 跟我說的事情 是很不答白的 是說著 有一樣似時而非 有可能做 又有可能未必做得成的 charity 想問一下你的意見 我就覺得這些 真的很無禮貌 你有什麼事情跟你不熟 還有你又不是什麼 大件事 又不是死人那麼老 你有什麼理由半夜三間 才找人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現在這個 通訊設備 真的太方便了 令到那些人 當然是拿起手就來 完全沒有了一個觀念 說現在已經是深夜了 大哥 已經是深夜 小女子 其實現在沒什麼事做 我十點多鐘就已經上床 所以你們見我經常說 做YouTube 和你們一起看片的時候 去到九點多 我已經覺得很難睡 因為我十點多鐘 就已經上床 瞜瞜瞜瞜瞜瞜 有時候聽聽新聞 聽聽光明電影 通常我十點多鐘 就自然睡著了 所以你十二點多 你訊息了 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那一下 首先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是那一下的電話 那個訊息 一陣機的時候 其實我很大反應 因為在我的意識裡面 半夜三間 發訊息來 一定是 不方豪爺 一定是有事 原來你真的 說一些九不達八 似是而非 你接下來想做一些 不知什麼的事 問我拿意見 大哥 看錶吧 你目標有iPhone 看看我時間 第二早上才找人 可以不可以 所以這些人 我一概不照顧 因為我也是傻的 我一概不照顧 所以你看到現在 這些通訊設備 是令到大家的工作時間 或者你去找人的時間 其實你已經沒有什麼分日 亂來的 你已經是 有些老闆 很喜歡半夜三間 或者他在美國 和你剛剛一個對的時間 他日頭 他又不想起你 是半夜 他發電郵給你 就預期你要吃一份 那這些 其實是很不考慮 但是你也無可否認 其實這些是存在的 所以當你越來越快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斷地 加劇了那種和時間的競爭 你令到那種競爭 是24小時 就是天啊 你都是血肉之軀 你怎可能24小時去競爭 一次線 所以我堅決反對這些 我絕對不做這些 我覺得休息的時候 就是要休息 而且我是很提醒大家 睡多一點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個補品 或者有任何一個護膚品 好得比你睡覺 只要你肯睡覺 其實你樣東西都會好一點 你身體會健康一點 你皮膚都會好一點 你飲都會好一點 所以我是很提倡睡覺 睡多一點 我在人家睡覺的時候 就不要被人 除非很大件事 而且你會看到 現在的社會 因為趨向這個 所謂的蜜當勞化社會 什麼叫蜜當勞化社會 就是你去蜜當勞 買汽水 你也看到 那些汽水 就是你一對一對去 就自意 去到一個位置自己停 炸薯條也是 扔下去 一分鐘 再上去 即是他要設定時間 所以這一類的工作 其實現在是越來越多 就是去自意 補充人手 那你看我之前 說人類大力士 都知道 也知道 但是以後 社會就會變成這樣 所有的東西 都是機器化 A.I.化和機械化 他基本上不太需要人 他不需要長工 所以他只需要兼職 兼職的 你不發覺現在有很多獨立 到處都是兼職 每個人都是兼職 因為很多公司已經不需要再聘請長工 他不需要你的技術 他不需要跟你建立一個關係 因為有很多東西他都可以 譬如是靠機器架點 或者是靠程式架點 所以你做也可以 他做也可以 他做也可以 不需要技術 你變成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是更加疏離 對於打工仔來講 為什麼會過勞呢 就是他要求他給很低的人工 什麼是working poor 就是他給很低的人工 你都要做 因為你不做 還要有很多人做 OK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出來 譬如操作麥當勞去按汽水 你不做他會做 人工給的很少 那你可不可以不做 你不做就有很多人做 但是現在的社會就是傾向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很影響 某一個Tiers的working class 我一直都說 我那時候跟大家說 人類的大歷史都是 如果你想自己 irrespacable 即不能被取締的話 如果你是做一些很操作性的工作 其實是危險的 那我就會 那當然我覺得 譬如我們這些工作 譬如我解釋一本書 機器就不能代我去解釋一本書 怎樣去interpret那樣東西 怎樣去 將那樣東西轉化 藝術化出來 那這件事 就是很過癮的了 我們這些相對來說 就很難 replace 因為 完全是 要說 要說你那個人的skill set 如果你相對是低 skills那些 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而這個情況 其實是會越來越加劇 越來越嚴重 那所以 到了最後 為甚麼 你說那個 working poor 會出現 就是因為 你的skill set 是很容易被replace的 而那個時間 你亦都是 你沒有bargling power 他任何人都可以replace 變成了 就肉錘針板上 那工作越長的時間 其實是容易有很多的 情緒的問題 那還有就是 這個呢 亦都是會 這個普遍就是因為 這個社會 你說的叫智能化 人工智能化 機器化 越來越通訊 越來越快 其實這個 不只是日本有 是香港都有 是全世界 現在傾向都有 所以為甚麼說 如果你不想被 人工智能replace 你一定要做一些 人工智能做不到的事 就是你做一些 人工智能做不到的事 那 這個就是所謂 我們說的過勞社會 過勞社會 其實現在 其實很多的國家 都開始realize 其實社會過勞 其實你一味只有快 起初就是 目標就是 focus on生產 越生產得快 越GDP越高 生產能力越強 那就正了 但後來就發現 其實you have to pay the cost 你的成本是很大的 就等於好像我們之前說 說孤獨的問題 即是寂寞已經成為了 一個社會的問題 就是因為 原來這件事 是引出來很多病 有很多的慢性病 精神需要 精神問題 精神病 其實我最近也有很多朋友 我不可以說很多 是 是想不到有幾位 我平時不算很多接觸的朋友 不約而同地跟我說 他們都有情緒問題 他們說 我之前看過你 跟一走刊做過一個訪問 是說過情緒問題 他說醫生推薦我去看你的影片 不過現在看不到 所以我猜不到 是醫生推薦他去看 但是 例如我那時候 我自己的情緒問題 其實我有一段 都幾長時間的情緒問題 我試過兩次的 症癌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先失眠 下了我先失眠 起初睡不到 後來睡到之後 每天準時是凌晨3點就醒了 我就會很自然起床 去查背包 那時候是用背包 查背包 查 email 在那裡回覆 email 直到天亮6點才能睡 再睡多2個小時 8點就上班 所以長期陷於一個雲的狀態 因為完全是沒有精神 而且睡不到 然後也有肚子的情況 總之吃什麼就餓 不吃就不餓 一吃就餓 那我起初以為 會不會是因為吃了一些東西 肥膩 不是 你吃個魚蛋米粉 你也餓的 那我就發覺 哇死了 好不對勁 還有後來的時候 就更令人驚 是我看到周圍的環境 都在那裡震 就是我除了在家裡不震 還有除了那時候 我去 在我髮型師 中環的一個 在Salon那裡 弄頭髮不震之外 我在公司開會 任何地方 我都看到整個世界 好像Matrix那樣 在浮游 你想想一個人 處於一個月 你上班 我當你8個小時在寫字樓 8個小時都在浮游狀態 你想想一件多嚴重的事 我真的很辛苦 辛苦得不得了 我維持了很久 我也維持了9個月 那時候我都完全是 真是慘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樣捱過去 那些日子 直至到 我也很感謝我的髮型師 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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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幫我整理了十幾年 他跟我說 你為什麼不去看醫生 我那一刻才醒 我為什麼不去看醫生 那一刻才知道 我要看醫生 其實我頭頭尾尾尾已經兩年了 那時候已經是 因為他這兩年裡面 每一次出現的現象 或者叫幻象都不同 搞到一個人 真的 你這個人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我是搞了兩年 情緒是極度低落 然後結果我去看醫生 醫生一看 我問你其實是有些情緒問題 那時候他開藥給我吃 但是後來我沒有吃藥 因為我不想依賴藥物 那最後其實 每一個人的情緒問題 一定是有原因的 譬如你的情緒問題 你是因為現在社會的轉變 那我就只可以跟大家說 你一定的意志力 一定要夠強 你一定要跟自己說 現在這個環境 其實不是任何人可以改變 不是因為我是不是 如果我走出街去試個威 那我就可以改變 那不是 所以其實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你最好做什麼都不要搞 因為你 As I said 如果你做一些事情 你預計到結果就話 即是你預計不到結果的事情 你就不要搞 所以如果你因為社會環境 令到你的情緒低落的話 我就勸大家 如果是這樣 你要跟自己說 你要有一個很強的聲音跟自己說 現在這個環境 你是沒有人可以做任何事情 天要朗雨 娘要嫁人 你是做不到任何事情 大喇嘛都說 這個人生在世 你可以管到的 不好意思 就只有你自己 你以為你管到你老公 你老婆 你兒子 你女兒 什麼都管不到 所以林鄭你是管不到的 OK 你是不需要理她的 你就只是把所有的煩惱切掉 你就只是Focus在你自己那裡 那你就會發現 你那一下 所有的Worry 你就沒有了三分二 當你只是看你自己的時候 你最多的Worry 你的煩惱都是來自三分一 就是你自己 其餘那些 你就會 少很多 過去了的事情 已經追不回 不需要想 OK 將來的事情 你不知道它會怎樣發生 所以你都不需要想 你知道管好現在 那你所有煩惱 就沒有了三分二 就只是集中三分一 在我這個情緒問題的時候 其實大喇嘛的書 是幫了我很多 它是令我覺得 是呀 它教了我一個思考的方式 但是我的時候 我的情緒問題 是來自於工作的壓力 來自於 因為我不屬於娛樂圈 去到娛樂公司做事 又很大壓力 有很多office politics 又不懂得處理 於是我就覺得 就算我今天吃多少藥都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問題 如果你沒有這些問題 你是不會有情緒問題的嘛 你有這些問題 你解決不了才有情緒問題嘛 所以那個癥結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而不是把你的情緒問題 壓抑了它 那就是我開日做新聞 就是很理性的 於是我就想盡辦法去解決我這一堆的問題 那好了 office的politics 其實是沒有人可以教你 怎樣去解決 讀書是沒有得讀的 就算你讀到博士學位 不好意思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人教你怎樣去處理 politics 所以政治這一家是很少眾的 好像人人都可以去評論 但是真正認識的是很少眾的人 所以 那我就怎樣去處理我的office politics 那我就跟你們說 我很驚訝 在我的書架裡面 是有幾套明史的書 這個書架其實也不小 它也挺大的 那裏面的藏書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幾時買的 你知道我有一些書在裡面 我完全是不知道原來它在這裏 我完全沒有印象 原來有幾套明史的 張居正傳兩套 整個明朝歷史 然後另外有萬曆十五年 然後還有幾套 還有一個明朝皇帝 就是論了整個十三個明朝皇帝 有好幾套 有海瑞有一套 那我就 就抽來看 那我不是經常都跟你們說 這是我親身的經驗 讀書其實要有一點想像力 好像杜Sir說 查案要有一些想像力是一樣的 它就會開口跟你說故事 它就會開口跟你說道理 然後你就會知道 它就會告訴你 你身邊的人 在這段明史裡面 其實它是誰的角色 你可以用什麼方法去搞定它 那我驚訝 所以我在環亞的幾年裡面 就是那幾年裡面 其實我整套明史 頭頭尾尾尾看了八次還是十次 所以我說我很熟 明史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是拆了八次 其實整套無限的 每天回來就好像夜挑了 要去考狀元 每天都去看 因為我在裡面 我把整個公司的設定 把整個設定 把整個設定 把每一個人都找到形象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哪個就是這個 找到這些 那以後 這一套的明朝歷史 是幫我解決了 我公司是九成的問題 所以 最後我是不用吃藥 那我就好犯了 所以 其實所有的情緒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你們自己要有一個很強的意志 就是 你不可以讓它抑制 而不是它去控制你 而是你去控制它 你要問清楚自己 我今天所有這些 不正常的情緒 是在哪裡 人是求生不求死 人是應該要追求快樂的 所以你應該是要開心的 你應該去追尋快樂的 那你今天的所有不快樂 是怎樣的原因來呢 你要找到原因 找到原因之後 你要正視它 你要面對它 因為你要解決它 而不是單單靠吃藥 當然去到很嚴重的時候 我會覺得 有些時候 你不能夠不吃藥 就OK 那你就吃藥 那你就按情況 就是按你自己的情況 我的情況 我就沒有吃過藥 因為我覺得 吃了藥 其實我的問題沒有解決到 我只不過把情緒壓下去 那我永遠都是失敗 我都超過不了我的問題 那我還不是失敗 那我不能夠承認 我自己是失敗 所以無論如何 我無論如何 我無論如何都要搞定 我這一方面 我的意志力是很強的 所以說到最後 到最後 都是要靠你自己 其實這個世界上 坦白說 你身邊好像有很多人 有很多朋友 但是 其實真真正正 在你 任何時間 其實陪伴你最長的那個 就是你自己 就是最能夠幫到你那個 亦都只有你自己 害到你雞毛硬血那個 其實都是你自己 所以你要好好管好你自己 就是所有事情 都是由你自己而出發 好嗎?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這部電影的話 那就快點報名 快點報名 OK? 那我們下個星期一就再見了 拜拜